两日后 在大部分主持阵法部分低节弟子撤离后 外面众妖兽飞快地推进了槟城之下 小急功修士则借助最后几层的厉害禁止 准备再和妖群大战一场 车老妖的化身那名童子 前些日子伤势尽负 和那名老翁夹带着其他化形妖兽铺天盖地而来 结果一场激烈异常的大战后 双方各有一些死伤 但最终还是魔高一丈 童子硬生生地凭着万妖帆 接连吞噬了两名小急功长老 逼得那名美妇不得不带领群修退出战斗 暂时依靠最后的禁止 抵挡妖群的攻击 而那车老妖剑子 毫不客气地将万妖帆神通进展 无数的妖兽化身 在妖气中滚滚成形 然后拼命地冲击着最后一层禁止 小急功修士彻底退回了寒厉秘境中 进入了虚灵殿 美妇一声令下 马上激发起了秘境中的禁止 顿时三座品字形的大殿 一阵剧烈摇晃 接连秘境地面开始分裂 从下方浮现出一个超级大阵法 竟将巨大的三座殿羽全部围在了中心 此阵法一眼望去 不知镶嵌了多少灵石在其中 密密麻麻仿佛数千以上的样子 而且大半都是中节以上的灵石 最核心处甚至镶嵌了十余颗 珍惜异常的高洁灵石 阵中的符文翻滚 明印闪烁 显得玄奥无比 片刻后 就有灵光在上空交织凝聚 形成一片银灿灿的光下来 几乎遍及整个秘境上空 而就在这时 三座大殿也陡然通体冒出淡淡的灵光 接着三道粗大的光柱 从大殿顶部直冲而出 一下没入了光辖中不见了踪影 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大起 异样空间波动也光滑中传出 紧接着光辖一阵急促地翻滚 一道数百丈之长的白湖 在光辖中缓缓浮现 光湖方一出现 就在秘境中挂起一阵飓风 飞沙走时 无数的穷台楼阁 在颤抖中倒塌 崩溃 天地灵气一片紊乱 到处都是狼藉之色 而三座大殿 却似乎和这座空间裂缝有些关联 光芒一时间大盛 空中白湖也渐渐拉长变宽 仿佛一只妖魔之眼 正在逐渐开张 当此空间裂缝 几乎占据了半个秘境上空时 木然从里面喷出了一股股银霞 将三座殿羽同时照在旗下 其中一座大殿一阵巨颤 随之从地面缓缓升起 投向空间裂缝而去 荧光闪动 这座巨殿一闪之后不见了踪影 第二座大殿马上随即同样升起 但当第三座大殿也从地面升起的同时 寒历秘境中 某处光芒一闪 一只丈许大的雪白冰封 竟诡异般地现行而出 此灵秦见到秘境中的这般景象 碧绿双目中闪过了一次亚瑟 但马上盯着那尚在虚空中的 最后一座大殿一眼 木然一张口 一道白芒一闪即逝 击视而去 随之不见了踪影 然后此妖就冷冷地看着此殿 也被吸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却未出手阻拦什么 三座大殿被射入虚空之中 空中的裂缝立刻缓缓地闭上 然后荧光一闪 就诡异地消失不见 秘境中的一切异象 也随之消失不见 那冰凤这才嘴中发出了一声清鸣 随即双翅一盏 一阵白光后 身形骤然间再次不见 再过了数刻钟后 一阵惊天动地的声响传来 整座巨山都是一阵巨颤 寻妖终于攻进了 冰城外最后一层禁址 那苍背青蓝和所化的老翁 和车老化身的幼童 直扑巨山而来 就在这种情形下 玄御洞底部的韩力上人 也终于到了突破瓶颈的最后阶段 在法阵中 韩力手中的紫罗急火 不知何时停了下来 正盯着不远处 一脸惊讶之色 不只是他 老玉和白孟心等人也同样如此 眼也不眨盯着法阵中心处的巨石上 均是满面的惊重 因为在那巨石之上 光团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朵乳白色的光脸 韩力上人正端坐其中 从帘瓣上飘散出 缕缕的寒气 缠绕在附近 将身形淹没得朦朦胧胧 而韩力上人看似平静的面孔上 眉宇之间 正有一朵六色莲花印记 若隐若现 极不稳定地闪烁不停 更诡异的是 从其肉身上散发出 一股淡淡的香味 仿佛檀香又仿佛药香 闻起来香欲扑比 但却又有一种淡淡的兴气在其中 虽然在修仙界中 能亲眼目睹修士 冲击化神的人少之又少 但是一些相关的传闻 还是或真或假地流传出来不少 肉身谈话 想不到传书竟是真的 想必谈话结束 韩力道友就应该突破瓶颈成功了吧 目睹眼前的异象 老玉喃喃说道 脸上竟是充满羡慕异常的表情 这可不好说 韩力兄现在的情形似乎有些不稳 仿佛只是肉体达到了突破化神要求 但是体内原因蜕变 似乎有些不太顺利 否则借助我那等寒艳凝聚的神念标记 就不会如此地闪烁不定呢 老僧眉头一皱 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事难免 虽然师道友借用寒艳为能 临时让原因强大起来 但毕竟不是他自己炼化之力 掌控起来就有如小儿舞锤一般 自然吃力一场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不简单之事了 那我们出手 帮大长老稳定下体内的原因如何 这肯定不行 冲破化神瓶颈之事 难是如此简单的 也许这种不稳 正是韩力师兄所期盼的 想要借助此种力量 来一举突破瓶颈的 我们若是贸然出手 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还是静观其变得好 韩力听到此言 微微一笑 并未有什么反对 其他人则互望一眼 也漠然不语 其实他们就算想出手 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因为经过两日夜 不停地操纵极寒之宴 众人已是身心俱疲 神念法力 均消耗得七七八八 现在的众人 只能目睹韩力上人 自行突破最后难关 但没人注意到 韩力瞳孔深处 蓝芒一直闪烁不停 将韩力上人体内的 法力流转 原因的种种变化 都清晰异常地 收入眼中 默默记下 这些只要以后 有时间细细加以验证 他以后也是 益处绝对不小 仅此一笑 韩力就觉得 此行冒险留在此地 是大有所值 毕竟观摩修士 突破化神七的机会 绝对是渴望而不可求 他能此番遇上 也算是机缘不小 其他几人 虽然也能用神念 强行观察一些 但远不如明清灵目神通下 韩力收获多 清晰和全面性 均大打折扣 效果也是大大不如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盘坐在 乳白色光帘中的 韩力上人身形一阵 身体散发的诡异香气 一下浓郁了数倍 同时眉宇间的光帘标记 也漠然变大 幻化出一片片帘 映出来 彻底绽开 怒放起来 原本静静坐着的 韩力等人 顿时一惊 同时凝神望去 只见原本盘坐在那里的 韩力上人 双目已然睁开 一对眼珠 竟然散发出 油若赤金一般的光芒 同时手不动 足不抬 身形就从光帘上 徐徐升起 仿如轻如雾 韩力上人 私下顾盼一下 面上献出一丝惊喜 略一犹豫后 还是单手一抬 手指微微颤抖几下 似乎掐动了什么法觉 几乎与此同时 韩力只觉体内 残余灵力一跳 随即狂勇沸腾起来 竟有种往体外 狂泻而出的恐怖感觉 韩力大惊 不经思索的功法急转 这才将体内灵力失控 暂时压制下来 老玉和青山中年人 脸色也大为一变 同样一阵手忙脚乱 看来并非只是他一人 遭遇如此诡异之事 韩力目光闪动 尚未明白发生了何事 突然附近数座阵法 同时污名出声 附近光芒更是猛然一颤 就从上面飞射出丝丝的光霞 直往法阵中飘逝而去 这些灵光一接触到 韩力上人身体 就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短短片刻后 光幕就开始崩溃瓦解 从阵法外飘来的光霞 变成了乳白色 一下粘稠浓密了起来 天地元金被引动了 不知谁用嘀嘀的声音 喃喃了一句 欢愉中充满了敬畏 羡慕 甚至有几分极度的口气 韩力一听此言心中一灵 这时 韩力上人的身体 仿佛是个无底洞 无论有多少冰寒之力 涌入进去 除了双目金光 越发正亮 眉宇间光芒越发琢磨外 竟再也没有其他的异常 此种异象 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 一阵嘎嘣爆响声 从韩力上人体内传出 韩作的身形 一下高涨了数寸 同时他眉宇处 莲花急剧变大 将大半个头颅都遮挡在其后 随后又骤然间收缩 最终化为拇指大小的存在 晶莲剔透镶嵌在眉宇之间 四周滚滚而来的光霞一顿 然后纷纷消散消失 韩力等人体内的灵力骚动 也同时消失不见 恢复了正常 韩力上人神色肃然 两手掐绝 缓缓闭上了双目 眉宇间 六色莲花也是灵光一脸 恢复了平静 难道已经突破化神成功了 见此情形 所有人心中都不由自主地如此想到 青山中年人和白梦新 面孔上更是隐隐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但还未等他们某一人开口询问 忽然一声闷哼 从韩力上人口中传出 接着其脸孔毫无征兆地扭曲变形 原本掐绝的双手 也一下抱住了头颅 似乎一下痛楚无比 这一下 让韩力等人又目瞪口呆起来 韩力师兄 怎么回事 青山中年人 大急地叫了一声 却不敢贸然进去 韩力上人听到此惊呼 勉强抬头 望了一眼青山中年人 根本未来得及说什么 其眉宇间 原本看似已经平稳下来的光莲 光霞狂热 竟然在下一刻就自行脱落而下 然后光莲一仗一缩 传来砰的一声轻响 竟然就此爆裂开来 化为一团六色灵团 闪闪发光 韩力上人一声惨叫 身形几晃 人就从空中跌落下来 正好掉入下方的乳白色光莲之中 身形一缩 瑟瑟发抖不停 大长老 这一下 白梦新无法坐住了 当即和青山中年人一声招呼 二人化为黑白两道顿光 直奔光莲而去 韩力三人面面相去地互望了一眼 却根本没有跟着飞过去 我没事 只是天地元气反噬 吃了些小亏而已 大出所有人预料 跌落在光莲中的韩力上人 突然间一翻身 就再次盘坐起来 脸色异常苍白 脸孔扭曲 似乎已经平息了下来 已经飞到近前的白梦新 和青山中年人见词 心中一松 当即停在了光莲上空 他们正想仔细问些什么 那韩力上人匆匆说了一句话 就马上一翻单手 一叠先前用过的银色短刃 出现在了手中 手掌一挥 荧光闪动间 十六口短刃全都击视而出 但这些银刃方一离手 就立刻一个盘旋 刀尖倒对着 悬浮在他们身边 接着韩力上人一声低喝 十六口短刃同时一闪 全都扎进了他的肉躯之上 除了头颅之上 身体各处都露出一柄短短的刀柄 刀刃几乎全都没入了身体之内 韩力见此情形 双目目然微眯 盯着前方眼皮不长 只见这时的韩力上人 身体目然浮现出一层 不一的杂化光焰出来 以蓝白两色为主 另有黄绿等其他颜色 几位道友 快快收起自己的寒焰 寒力上人眼睛都没有睁开 口中就正中异常的一声大喝 僧人口中宣了一声佛号 随即单手朝寒力上人虚空一招 寒力上人身上浮现的绿色寒焰 化为一缕缕灵霞 转瞬间凝聚到了一小团 嗖的一声就向僧人积舍而去 僧人大秀一服 就将自己的寒焰收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